那关于去美的这一条路线 到底可否与欧洲的路线结合起来 这个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说出的去美的三个路线 中的第二种 其实就涉及到了如何通过这个欧洲地区 因为欧洲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是相对发达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签美国签证 这个就是利用欧洲如何去美的一个分支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观看我的视频的话 答案已经在视频中了 大家其实并不需要单独的付费咨询 那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来欧洲的路线 欧洲的路线其实在这个各个时期 它的这个原理以及条件都是一致的 保持一致 只不过现在这个中国疫情之下呢 变得比较复杂一些 然后欧洲这面的申请条件和之前相比 也相对的提高了一些 所以说和十年前二十年前 你想来到欧洲相比的话 难度确实提高了 而且最大的一个难关 最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就是如何在中国搬出你的第一本护照 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来欧路线并不涉及到如何搬护照的这个事情 大家如果在目前还没有搬出你的第一本护照的话 可以翻看我之前关于搬护照的视频 或者是找我进行个案咨询 来欧洲呢 其实和美国一样也是有三种方式 分别是来欧洲学习 来欧洲工作 以及通过这个走线的方式进入到欧洲 那我们先从这个最普遍难做最低的一个开始说 就是来欧洲留学 欧洲大陆地区的留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免费教育免费留学 关于这个事情今天不是第一次提出 我相信在过去的三年中在不同的阶段 反复地和大家强调过 如果你没有钱 但是如果你想通过教育的这条路 使你翻身 使你从中国的低产达到欧洲这面的中产 那接受欧洲这面的免费教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势 那对于我来说呢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很显然当年也不会选择移民英国 我可能会选择通过免费欧洲教育的一个方式留在欧洲 那最终的结果呢 是你持有一本欧盟的护照 在这个国家的承认度 护照的免贱度上和这个英美国家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反倒它的护照排名 其实是高于美国护照排名 以及英国护照排名的 因为欧美国家的敌对国态度 导致它的护照排名在世界上进不了前三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可以这个安下心来 有时间 有这个能力学习的话 那欧洲的免费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在上个星期也有几个朋友咨询 这个免费教育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嘛 是问的多做的少 为什么问的多做的少 欧洲这边是小一种国家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语言 德国说德语 法国说法语 意大利说意大利语 波兰的话是说波兰语 杰克说杰克语 匈牙利说匈牙利语 所以这种情况 不管你是去哪个国家 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国家 都是有免费教育的 在你去之前 一定要掌握当地的语言 而且语言水平需要达到B2的一个语言水平 这样你才有资格进入到大学 或者是研究生的学习 B2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学的话 两年的时间足够 而且B2的水平和雅思相比 也就是五分 可能都不到五分 四点五分的这个水平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基础的话 如果你会这个西班牙语 如果你会英语 包括你会俄罗斯语 两年的时间完全可以达到 欧洲这边任意一个国家 小一种B2的水平 当然如果你任何 这个外语基础都没有的话 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 那女生来说的话 在语言学习能力上就是越于男生 然后男生的话 其实也有学习的比较快的 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语言能力 有的人呢 在几何和代数的问题上 算得非常的明白 但是一旦做起文学来就变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事情呢 看你个人的一个水平 我的一个个人建议呢 是可以在选择一个国家之后 比如说你想去德国上这个德国的免费教育 你花一个月的时间 认认真真的花一个月的时间 不需要花钱 不需要找老师 在网上学习一些德语的这个基本的教程 然后你一个月之后呢 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如果你学了一个月之后 你觉得你这个测试的分数 达到了入门的一个级别 其实你就可以学习下去 在国内学习两年的德语 然后就可以申请德国的大学 以及德国的研究生 那另外一个方案呢 就是到欧洲这边来学本地的小语种 比如说还是德国为例 你可以来德国先学一年的语言 或者是一年的预科 一年之后在这门参加考试 一年之后如果考试失败的话 再学一年 但是以我的经验的话 如果你已经学了两年在德国 还没有过BR的话 那就放心 德语的话 你可能第三年第四年也就过不了了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 进入欧洲最廉价的方式 就是来这边读各个国家的免费教育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 特别是已经这个生了孩子的 有二胎有三胎的 读书不现实 因为你们两个人 一个人需要赚钱 一个人需要照顾孩子 或者是请一个保姆 两个人一起赚钱 这种情况 读书是不适合成年人的 你没有时间 同时我相信你也真的 没有精力读下去 欧洲的工签 就是适合大家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波兰的雇主担保 三年的开放式工签 你来了波兰之后 有三年的时间寻找 你在欧洲的就有机会 这里面 不管你是想建立公司 自己创业 还是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有三年的时间 足够你们在整个深耕地区 来找工作 那在我和朋友咨询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 大家对这个欧洲移民的认知 还是太过基本 太过肤浅 因为比如说 你的最终目的地呢 是北欧的四小国 丹麦瑞典 农威芬兰 然后我给他推荐 这个波兰三年的 雇主担保 开放式工签 他说我去的目的地呢 不是你办的这个国家 所以可能不行了 大家在这里需要这个 搞清楚一个事情 就是欧洲地区的深耕区 深耕区对于外国人 也是自由通行的 那就是意味着 你只有任意一个 深耕区的合法拘留 这里面包括 但是不仅限工作拘留 你可以在其他25个 深耕区中任意的通行 关于深耕区的拘留限制 因为它没有边检 没有边控 没有出入境管理 所以你即使在 每半年的拘留时间 超过了三个月 你自己不举报自己 你自己不说 没有任何人知道 所以持有波兰的 工作签证 你可以在所有的深耕区中 运用你自己的智慧 建立公司 或者是找到工作 所以机会 是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 对你们来说 也并不是特别的适合 或者是我根本就 不需要工作 我的收入呢 完全来自于国内 那你可以考虑西班牙地区的 非盈利性质的签证 非盈利在国内只需要提供存款证明和收入证明 大家在有护照的条件之下 就可以在国内提出西班牙非盈利性质的签证申请 三个月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西班牙的非盈利顾名思义就是到了西班牙花钱 不能在西班牙赚钱 所以如果你的资金不是问题的话 西班牙非盈利是成本最低的一个移民项目 当然如果到了后期你在西班牙想建立一个公司 或者是你真的在西班牙找到了工作 那届时你可以在一年之后 你的第一期非盈利居留卡到期之后 改变你在西班牙经营的签证类别 那这里面就包括了老板签证 以及西班牙的工作签证 所以选择权全部都是在你自己的手里 如果你想继续以非盈利的形式留在西班牙 留在深耕区继续续签 如果你想创业找到了工作 改变你在西班牙境内的签证类别 而且在改变签证类别的时候 申请人是不需要回国申请的 你的所有的申请可以在西班牙境内的移民局直接提交 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 各个国家的公立学校 截止孩子上高中为止 全都是免费的 这里面的唯一问题就是当地的授课语言 原理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西班牙是与西班牙语为授课的 德国是德语法国是法语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语种孩子掌握之后 对他之后的发展用处不大的话 考虑把孩子送到当地的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大部分是以这个英语或者是法语为首课的 所以呢这个是家长到了之后 孩子在选择思想和更立学校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现阶段过于的纠结 所以即使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说了两种来欧洲的情况 分别是来欧洲留学 这个是适合年轻人有时间有经历的 大龄的成家的选择波兰的开放工签 资金没有障碍的家庭选择西班牙的飞应力 那有些朋友其实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黄金签证的项目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这句话来说的话 最北部的拉脱维亚有黄金签证 西部的两个牙 葡萄牙和西班牙有黄金签证 希腊塞浦路斯 还有一个国家是马尔塔 基本上可以在欧洲地区通过购房移民的国家 只有这几个国家可以选 所以大家再选择这几个国家的话 其实不重要 在我看来其实是不重要的 这几个国家无疑也全都是深根区 除非你居住的目的是这个国家的永居或者是国籍 如果你只想在持有黄金签证的居留之后 在欧洲任意通行的话 其实也是没所谓的 那相比之下 我为什么说在疫情期间在中国有条件限制人民出境的情况之下 不建议大家办理各个国家的黄金签证呢 首先 没有护照的 现在不能够通过黄金签证来办护照 这个也是最致命的 第二个 你的资金离境问题 我在中国推人民币数字化的时候 其实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离境方案 其实这些方案到了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购房之前 你的资金如何离境 因为不管是最便宜的25万欧元的购房 还是50万欧元的购房 它都涉及到了一个百万人民币的一个资金离境的问题 所以在短时间内 你想这个把国内的资金 如果你在海外还没有账户的话 短时间内把国内的资金转移到海外 目前这个阶段时间也是来不及的 那下面来到了来欧路线的第三条 就是走线 身份合法化 永居 绿卡国籍和走线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你的目的地呢 就是来欧洲赚钱 那来欧洲赚钱呢 既然是赚钱 咱们就要去赚钱最多的国家 那最终的目的地呢 就是北欧的四小国 丹麦 瑞典 挪威 还有另外一个是芬兰 因为这几个国家在全世界都是属于高收入的国家 那既然你想走线来的欧洲 那你最终的目的地呢 其实就是这四个国家 去了之后 中国人能做的餐馆工作 仓库里的工作 寿司店里的工作 因为北欧有很多中国人开日本的寿司店 物流的工作 你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除了北欧四小国呢 英国也是大家值得考虑的一个国家 不过鉴于英国现在已经拖累了欧盟 那如何去英的路线 也许会是下一期的一期视频内容 那关于这个走线的问题 咱们细节化的来说一下 其实原理是很简单的 和去美国的路线基本保持一致 看一下欧洲的地图 哪些国家呢 是围绕在欧盟的这些周边国家 那以塞尔维亚为例呢 塞尔维亚的邻国呢 其实就是保加利亚 匈牙利以及意大利 所以通过塞尔维亚 其实就可以通过走线的方式 走进这些深耕区 当然如果你觉得走线呢 不是特别的安全 有被这个警察抓住 边境警发现 以及遣返了风险的话 那在第三国办理出一张 深耕签证 去挑战周边的欧盟国家 也是一个被选的方案 所以今天说到这里 三种来欧洲的路线 就全部说完了 大家需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 家庭情况 以及你现在的年纪 来进行对号入座 如果大家对于如何来欧洲 来到欧洲之后 如果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 以及来到欧洲之后的资产转移 资产投资 还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和我进行付费的个案咨询 请不吝点资产